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女人有不好的想法 一个男人跑过来温柔鼓励 在对方的安慰下 女人改变了想法 男人刚刚松了一口气 其料被安慰的女人竟一把将她推了下去 事件发生前 美女律师韩春大胆告白 并给了齐周一个突如其来的吻 齐周一如既往地拒绝了韩春 在过八十多天便是她的死亡之期 齐周觉得结局已经注定 就没必要做无谓的纠缠 希望韩春和自己都不要越界 话虽如此 可自从韩春的一吻后 齐周便整天胡思乱想 想删掉韩春的联系方式 可思来想去 最后还是没能下定决心 韩春并不明白 齐周说的离开就是死亡 最近反而愈发的主动 甚至打算在家里开办律所 和齐周共享办公室 齐周不乐意 韩春便找来一堆法律条文 强行说服 还要和齐周签订合约 基于安全区域 合约规定 让人必须守护彼此 保护对方的安全 期限到齐周搬走为止 齐周一脸的无语 韩春却故作暧昧 向她贴近 惹得齐周一阵小路乱撞 晚上 韩春又订了一堆外卖 拿到办公室 齐周的两个助手吃了正香 齐周却刻意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 故意保持与韩春的距离 就连眼睛都不敢与韩春对视 照相馆的办公时间到了 韩春也想挤进去 齐周却以照相馆 不允许非相关人士 进入为由 将韩春推开 深夜 鬼壳阿勋来到相馆 阿勋的愿望是 和一个叫玄珠的女人 再见一面 在相馆 男人将自己和玄珠的故事 娓娓道来 阿勋在咨询中心担任志工 某天她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那头的玄珠 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 想要解脱 为了让玄珠拥有活下去的动力 阿勋和她约好 每晚八点 她会等玄珠的电话 从那以后 每天定时八点 阿勋会在咨询中心 接起玄珠的电话 渐渐地 在阿勋日复一日的陪伴和鼓励下 玄珠再没了不好的念头 甚至交了男朋友 开启了新生活 而阿勋也真心替玄珠感到高兴 可惜好景不长 男友抛弃的玄珠 万念俱麾下 玄珠又一次想要选择绝路 那晚 玄珠最后一次给阿勋打去电话 在她的手机备注里 阿勋是能给自己带来希望的希望先生 得知玄珠的念头 阿勋匆忙赶到大乔劝阻 希望玄珠能维持和自己 每晚八点通话的约定 在阿勋的宽慰下 玄珠放弃了死亡 可不知为何 被阿勋拉上大桥的那一刻 玄珠像是见到鬼似的 竟反手将救自己的阿勋推了下去 阿勋因此而死 但她并不愿恨玄珠 反而希望能和玄珠再见一面 想要给对方做最后一次的咨询 希望玄珠能在没有她的生活里 继续怀揣希望 得知阿勋的感人故事 韩春答应免费为咨询中心的客户 提供法律援助 激动之下 阿勋紧紧握住韩春的手 目睹这一幕的齐周却吃了醋 赶紧上前将阿勋推开 为完成鬼客的愿望 齐周来到公寓寻找玄珠 当晚将阿勋推下大桥后 玄珠逃离现场不知所踪 玄珠家没人 齐周注意到眼前的房屋背叛狼藉 玄珠显然已经多日没有回家 助手老白潜入小区保安室查看了监控 结果在监控中发现了异常 并问齐周如何看待此事 齐周看完监控也觉得不对劲 于是回到相关询问阿勋 事发当晚玄珠为什么忽然改变心意 监控显示 玄珠一开始是想抓住阿勋的手 阿勋也说不上来 但他隐隐觉得 当时将自己推下去的玄珠 就好像变了个人 说话间 阿勋忽然浑身发冷 现出鬼怪的模样 助手赶紧带阿勋去取暖 韩春心下担心想要跟过去 齐周却吃醋般地将他拉住 让韩春不要太过相信鬼客 鬼和人一样都会撒谎 韩春说起另一件事 此前他看到 齐周在墙上贴了两张 去皮肯特群岛的机票 他不解 齐周为什么要去那样一个不毛之地 齐周解释 那是自己和叔叔的约定 皮肯特群岛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地方 齐周和叔叔都相信 那里一定没有鬼怪 没有阴间使者 或许能够令他们躲避35岁死亡的家族诅咒 然而叔叔在20年前失踪 这些年齐周一直在寻找叔叔 如果找不到 他便打算独自去皮肯特群岛兑现约定 离开之前帮助鬼客的使命还在进行中 次日齐周终于找到玄珠 得到消息后 阿勋高兴极了 齐周却语气冷漠地说出 被阿勋隐瞒的事实真相 原来玄珠告诉齐周 阿勋是希望先生的同时 也是一直骚扰自己的跟踪狂 近日 玄珠总能在家里 发现不属于自己的男士鞋子 门口也总是寄来快递 快递里的都是一模一样的男鞋 事发当晚 玄珠本打算抓住阿勋 可一看阿勋穿的鞋子 竟和跟踪狂进来的完全一样 意识到一直安慰和鼓励自己的希望先生 就是跟踪狂 玄珠这才在惊恐中将对方推了下去 齐周也注意到 阿勋穿的鞋子上有两个英文字母 那是玄珠和阿勋两个人名字开头 确认阿勋是跟踪狂后 齐周并不打算让他和玄珠见面 而是劝阿勋赶紧拍完最后的照片 然后去到地府 总之别再骚扰玄珠 被戳穿后 阿勋卸下伪装 露出真面目 咆哮般质问玄珠的下落 齐周二话不说 按下快门 阿勋却狡猾地从镜头前逃离 甚至划出恶鬼的原形袭击齐周 齐周不敌 助手老白赶来帮忙 老白没能战胜恶鬼 反而令阿勋逃之夭夭 王魂只能在阳间逗留三日 像阿勋这样会伤害人类的恶鬼 更是不能久留 这期间 齐周必须找到阿勋 两个助手正商量 齐周却急着给韩春打电话 他很担心韩春的安全 没想到此刻的韩春已经被阿勋附身 利用韩春的身体阿勋站上大桥 威胁齐周 要求将玄珠带到自己面前 否则他便要跳下去 让韩春陪葬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